就会有自然的新陈代谢 因为三禅还有微弱的福西 就是显示还有风 所以三禅有风灾 古代有这么一首句诵啊 说六玉诸天聚五衰 五衰 说一下 六玉诸天聚五衰 三禅上至有风灾 纵然修道非非详 不若西方下品生 修念佛法门的古代 有这么一首句诵 六玉诸天生天好吗 玉诸天有五衰向陷 五衰向陷就是天的寿命尽了 要堕落了 所以六玉诸天没有什么好处 有五衰向 那么四季天好吧 四季天火烧出禅 水进二禅 三禅上至有风灾 三禅交到世界坏街 七火一水七水一风 还要遭受到风灾 来吹坏三禅 三到三禅天有什么用啊 还有风灾 那么再往上好了 第四禅 一直到五十禅 灰想灰飞想出天 好不好啊 纵然修道灰飞想 灰飞想 灰飞想天的寿命 八万四千大街 可是满了还要堕落 像佛式的芋头兰福 升到灰飞想天 将来八万四千大街的禅定功夫满了 又要堕落 堕落在这个世间呢 在玉界 还做这个处生道的飞离之身 那么由此可以见到这个三界 玉界 四界 五十界 三界都没有什么好处 不如生到西方基督世界 下贫下生 不如西方下贫生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 因为到了基督世界 山寨都免了 没有山寨 纵然莲花开得慢一点 在那迟早总会有点花开的时候 因此之故 进度中修念府法门的祖师 做了这么一首句诵 六玉诸天俱五岁 三禅上至有风斩 纵然修道灰飞想 不如西方下贫生 给这个修念府法门的人 很好的鞭策 做精进功夫的 紧策的作用 是很好的 果报风 风吹三长可以知道了 那么这个地狱 恶鬼 楚生 三恶道 都有风灾 人道 例如我们台湾的台风 这是经常有的风灾 那么过去 差不多一年总会 最起码有一次 就是今年免了 他不想来了 那么没有风灾很好 可是不下雨就不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六道中 我看风灾的苦难 用不着意思一说 我经里面呢 还有很多比方 比方这个国报风的 是由营业风 烦恼风来的 所以华言经有这么一个句子 贤恨猛猛猛风 吹醉心火 常令直燃 吹诸心商人 堕落欧道 是人道善薄 即无漏猛猛猛 这是就一华言经的句子 他说世间上的众生 遭到这个贤恨猛风 贤即贤 这是烦恼之一 彼此贤恨 恨就是称恨心的 这个同类的 这个欧业 这个好像风一样 好像风来吹一样 吹众生造罪焰 吹醉心火 心啊 是那个财心的心 比方这个 贤恨恶业的猛风 吹着造业造罪的 这个财心之火 那么使他严重的常令直燃 就造业没有停止 那么吹这个世间修行的 诸心商人 商业的人想要取宝 比方修行的人呢 想要求七圣财 那么如果没有好好的对治烦恼啊 就会造了欧业 造了欧业就堕落欧道 失掉人道的善宝 人道的善宝 就是无戒十善 无戒十善是人道的善宝 如果你失掉了 被欧业风所吹啊 吹失了 结果就造到追业 堕落在三欧道 失去人道的善宝 那么要出世间嘛 要修五漏圣财 漏是比烦恼 五漏是没有烦恼 要正到出世间的圣果呀 要修七圣财 那么这个七圣财的功德被吹失了 好像烦恼风 把这个五漏圣财吹失了 所以欧业风就吹坏五戒十善的船房 堕落三欧道 鬼国 鬼国就比三欧道 烦恼风吹这个三圣修行的人 生活圆觉菩萨三圣修行的人 那么三圣修行的人呢 都在这个三界苦海里呀 采七圣财的果 采七圣财的这个法宝 采这个七圣财的法宝的时候 然后被这个欧业风所一吹 结果啊 失去圣财 因为被这个 贱爱烦恼所吹动啊 那么飘到贱爱楼叉鬼鬼里面去 被楼叉所害 就是失去了这个 七圣财的善保了 七圣财 七种求得圣果的修行方法 好像财宝一样 拿财宝来比方 是什么呢 第一 信财 信心的信 信财 第二 精进财 第三 戒财 持戒的戒 第四 文财 多文 多文 博学多文的文财 第五 舍财 能不是 是舍的舍 舍财 第六 慧财 智慧的慧 求智慧的慧财 第七 惭愧财 有惭愧了 有两种的善心索 这个叫做七圣财 如果你有怀疑的心 疑风 怀疑的疑 疑风 吹是信财 你心里对佛法 如果有怀疑的话 那就 这个怀疑的风啊 就把你的信心之财啊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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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懈怠风 吹 是精进财 懈怠如风 懒惰懈怠 好像风一样 就把你的精进财 吹 吹 想要早一点起来拜佛吗 哎呦 很冷啊 多睡一会嘛 这个下带风一吹 就爬不起来了 结果就失掉这个精进财 诸恶风 吹坏 慈戒财 慈戒度诸恶 那么因为造种种恶业 就破坏这个慈戒的功能 诸恶风 吹坏 慈戒财 浇慢风 吹是 多温财 博学多温 要多温 要学法 要修学佛法 要不辞下问 要肯问 肯学 要谦虚 所以我们高三 法水不如 骄傲慢 就正好吹是你多温 多温的功德的法财 假如你不肯谦虚一下问 怎么能够得到功德法财 怎么能够得到学问呢 怎么得到修行呢 所以凡是要问法都要恭敬 谦虚 不能随便 我上次讲的 有字不认识你要问人 你自己你怎么认识 我怎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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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你就得不到人家的学问 必定要很恭敬的请问你这个字怎么念 我念的不正确要怎么念 那么这样子人家才会答复你 假如你说你怎么念呢 我怎么念 以你活观呢 就变成这种情况 那就是骄傲慢 不肯好好的问 我有一次啊 也是没有修养 有人来问我啊 你对这种你的看法怎么样啊 他问我的看法怎么样 他讲出那个道理呢 你对于这个看法怎么样啊 我不客气说 我的看法怎么样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我的看法啊 那我的看法怎么样啊 韩律我什么管的啊 我就以这种 这句话来答复他 容得他没有话讲 你老是问人家的看法 你不说 我这个我不懂 我请教你 他不是的 你的看法怎么样 跟那个问字 你自己的安华人 道理相同 所以这个骄傲慢风 吹是多文才 我从前在石头山 当小沙咪的时候 读书啊 好辛苦啊 问那些老老前辈啊 第一次问他 他会答复你 如果你忘掉了 第二次问他呀 就矮一顿骂 骂过之后才跟你说 假如你再忘掉了 问第三次啊 他不理你了 省着一巴掌 给你五块钱 这些我都经验过了 可是我未了要求学啊 再苦也得忍受 甚至你说 你倒山下去 替我挑一袋东西上来 我才教你 我也乖乖地倒山下去挑 否则哪有今天呢 我也没读书 所以不能有焦慢风 焦慢风必定要 吹是多文才 舍不识 执着风 贪着风 不肯不识的那个执着风 吹是舍财 本来你应当想要发心 修不识修点功的吧 可是你觉得很可惜啊 我现在有一万块 如果不识一百块 就剩下九千九了 就不满一万了 那我舍不得不识 结果呀 这个执着启着的风啊 吹是你不识的舍财 第六 鱼吃风啊 吹是你的智慧财 鱼吃不是说白吃 是说邪知邪见 主观太重 因为我就对你的都不对 以这种观念来求人家的学问 人家不会教你 那你要求的智慧都不到 所以鱼吃风吹是智慧财 无耻风吹是惨慧财 如果做一个人啊 没有廉耻啊 这个人就没有惨慧 没有惨慧就没有惨慧的功德法财 所以没有廉耻之风 吹是你的惨慧之财 这就是要修出世间的三圣圣果呀 必须要具备这个七圣财 信 敬 戒 文 舍 慧 智慧的慧 惨慧 残慧后卫一个 那么这个七圣财 必定你要恳求 努力进修 才能得到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不下功夫 哪里得来啊 所以这个七圣财 如果你有一种反方向的风一吹 七圣财就流失了 所以好好的保持这个七圣财 不要被这个七种的怪风所吹 那就飘躲于罗叉鬼郭 到了这个贱爱鬼郭里面去啊 造欧夜堕落三间 佛 修行功夫到了这个八风吹不动的境界 他才能够啊 在这个十方世界 现身说法广度众生 所以 宋朝的苏东坡 他做了一首巨颂 赞叹佛呀 八风吹不动 虽说天中天 豪光照大天 八风吹不动啊 端坐紫禁连 哎 他说的这个 这个对 这个诗 这个句子 很好啊 他做好了 马上派过十者 写好了 就叫人送过江去到金山寺 给这个佛印参丝 我表示赞叹他 我赞佛 八风吹不动 你也是异样吧 这个佛印参丝 你也是八风吹不动吧 他叫十者 把这个句诵 送到过江去 因为这个从他住的地方 又过一个长江 然后到对面的这个金山寺 这个诗者把这个句诵 送到金山寺 交接 这个佛印禅寺 佛印禅寺一看啊 后边批四个字 什么字啊 不得好听 放屁 连批两个放屁放屁 叫十者拿回去 你拿回去给苏东坡 哦 苏东坡一看气死了 我赞叹他 他还说我放屁 那还得了啊 这个苏东坡一气之下 马上过江 马上过江 到了佛印禅寺那边去 那么当佛印禅寺 当面就说他 你这个禅寺没道理啊 我赞叹你 你怎么说我放屁啊 佛印禅寺 嘿嘿嘿 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 我一个屁就打过江了 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呵呵呵 那么这个这是苏东坡 苏东坡被 被这个 佛印产生的一个屁打过江 很粗啊 不好听啊 所以这个 呃这个东西啊 在佛法里面啊 呃尤其在这个 沙密绿仪里面啊 这个我一门 他这个 这个叫做下风 下风 呵呵呵 我有一次很 很有意思的 有一个青年初出家的 哈 他拿着这个 沙密绿仪来问我 他这个下风 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懂吗 那我告诉你 可是这个很粗的话 你听得进去吗 没有没关系啊 法师啊 你跟我说 什么叫做下风啊 我说老师告诉你 放屁 放屁叫做下风 呵呵呵 他就看不懂 呃 现代人读书啊 这些古古代的那些名词啊 都都不懂了 什么叫做下风 下风他不懂了 我说下风嘛 下风就是放屁嘛 下面的风嘛 不是上面的风啊 呵呵呵 你不懂啊 不懂我告诉你 这句下风就是放屁 就是佛音产生的这个放屁 哦 把风吹不动 什么把风啊 利摔毁 欲 趁 击 苦 六 八个字 啊 四个好的四个坏的 嗯 利利益啊 得到利益当然很欢喜啊 哦 翻行风一吹 你动了 哦 摔 碰到摔项啊 忧愁啊 种种不如意啊 摔 那你的心忧愁了 动了 回 人家诡谤你啊 破坏你啊 说你如何如何啊 那你心忧动了 哦 欲 赞叹啊 哦 你讲话干嘛 我刚才讲过我 我高兴的饭 呃 不想吃饭 也不想睡觉啊 为什么 被这个赞叹风一吹 这欲就赞叹 呃 呈 呈是撑阳啊 撑阳啊 呃 你返给他一个 comments 你接他嘴 敌风 敌笑 你呈断做的 那就是反面的这个 你敢这样真厚啊 嗯 这个敌风法 是绩效人家 呃 或者 呃 挂人家 呃 苦 不用说的啊 遭到苦难 呃 乐 快乐 你摔苦 毁育 承机 苦乐 这个疤风 呃 众生被他一吹 动了 呃 所以这是简单的乐观诗 里面还有没有说到 没有说到 我们留着下次讲了 今天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温水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起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贡甘露诗诗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三分钟 七分钟 shipping ро野 hơn stack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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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